如果说你想要再写另外一个按钮 也许现在是直接输出 另外一个按钮是清除的话 清除很简单 把这些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 把这个Sub名称直接改成什么 改成叫清除就可以了 就是其他都不用 不需要更动 就是这地方更动 然后清除非常简单 清除就是把他什么 把后面东西就留下双引号就可以 双引号意思是说清除 所以你会把这边止息一下 你会把这不见了 这一止息又出现了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把那个范围里面的东西清除 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叫空字串 空字串意思是说没有东西 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意思是说清除那里面的字 所以把它放进去里面就变成没有文字了 大概是这样 但问题来了 现在好像这个就变固定了 变成我要人工自己在那边看 看完之后再丢 那好像不合乎我要的这个效果 所以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 应该有个方法 就是把之前那个公式 干脆我就把它怎么了 刚刚这个 之前写的这个公式有没有 这一串嘛 你干脆怎么样 直接就放在那个双引号里面不就好了 他就直接帮我丢进去 那特别重要 你如果把这个公式 放到那个双引号里面的话 他就自动帮你把结果做出来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一招还蛮好用的 也就是你本来已经有公式 你要变VBA的话 你可以用输入 这个公式就可以了 那特别注意 但是 会有个问题 我先做一次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公式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完之后呢 如果你要贴 贴到 那个什么 VBA的话 你要注意一下 你会发现现在点不到 为什么点不到 因为你现在的游标 还停留在这个资料编辑列里面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它做取消 如果你没有按取消 这奇怪你现在怎么点 之前有同学常常遇到的状况 老师怎么点不到 当机了 当机了 就很激动 其实没有啦 因为你这边 你只要怎么 把它取消掉 复制 复制完之后 取消 再按这个visual basic 它就跳出来 那你就直接怎么把它贴过来这边就可以了 贴上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各位没有看到 在VBA的规则里面 它的 双引号 是用来辨识说里面 是放个文字 就会用双引号 这样 Excel也是一样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公式里面 它有很多的双引号 如果你把这一串东西 把它丢到这里面来的话 它会confuse 它想说 这里面你也有双引号 那我外面也有双引号 到底里面这个双引号 是指的是文字呢 还是指的是公式里面的一部分的 资料呢 它就搞不清楚 所以特别说 有个地方可能要说 如果你 这一串公式里面 只要有双引号的话 为了要避免跟这一个 VBA里面规则的双引号 有冲突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 你必须先把这个公式里面的 双引号 要变成两个双引号 再把它贴过来 这样才会成 这可能是需要注意的一点 因为如果你不做这个动作的话 我把它贴给各位看 因为它马上会出现 移开 它会出现错误 而且错误跟你讲说 什么编译错误 其实它意思是我看不懂的意思 我看不懂 这边你怎么有双引号 这边又是双引号 这什么意思 它confuse 所以你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你这一串怎么样 里面的双引号全部变两个就好 但我以前是贴上去 然后怎么变两个 这边先再一个 这边变两个就变再一个 这边看到只要双引号就一个 可是 这样好累 为什么 可能会有漏网之语 毕竟人真的不是机器 也不是电脑 所以很容易做错 那怎么办 后来想了一招 你不用取代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我叫出那个最简单的工具 叫记事本应该可以有用过吧 附属用程式里面 会有一个叫记事本的那个东西 有没有 或握的也可以 如果你找不到记事本 你用握的或握的配也可以 其实 按错了 你其实我们其实只是需要什么 用一个功能就取代而已 把一个变两个就好 所以 这边有个附属用程式 找到那个 记事本 然后把刚刚的这个公司复制完 你先 贴到这边来 然后用 它里面有个功能要取代 那我其实主要是什么 一个要变两个 其实在这里做就好了 闭着眼睛做 绝对不会错 因为它取代完 你只要不要按多 多一次 因为你如果再取代 它变四个 OK 把这一串 把它再复制 再贴到这边来 记得贴的位置一定要是在这个双引号里面 你把它贴上 这样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的话 就大公告 多一个取代动作 把它执行一下 我贴到这边 好 那这边的话 就把它执行 这个OK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会把 刚刚的公式 输出到这边 然后呢 它会自动帮你把原来两个双引号 自动转成一个双引号 OK 就两个双引号丢过来 它自动帮你转成 原来你是要双引号的这个字 OK 它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规则 这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OK好 但问题来了 那我做了一个之后的话 那我下一个怎么办 难不成我下一个它再贴 那永远贴不完 所以其实再来你需要再学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 所谓的那个回圈 OK 那回圈的部分的话 也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 改的话应该改哪个地方 如果下一个的话 那应该怎么 把这个F2的2 下一个就变F3 G3 H3 所以这边只要 把这个数字 换成一个变数 那个变数的范围 就是先2 再3 再4 再5 一直到 最下面 最下面我坎错向下 哪一列 101列 那不就会一直帮我变动 所以如果你要让它一直变动的话 你那之后的话就需要再学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回圈 回圈 这个 下来就相对有点难度了 我把这一行删掉 好 那怎么撰写回圈 下来的话特别之后 它有个固定的写法 如果我要2到101的话 你就4 4 i 等于 我要变动的范围 2 空一格 到就2 101 然后Enter两下 再打一个NAS 那这个NAS指的是就是下一个i的意思 意思说 它会先帮你产生2 那 层次会跳到这边 NAS彈回去 把i变成3 OK 然后在 NAS再变成4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i的数字 它会一直跑 帮你跑2到100 01 所以我们可以 再把这一行 把它放到哪里 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 把这个2 这个2 只要你看到2的部分 把它变成i就可以了 OK 不过这有点难度 请各位也许先练习到这边 待会我再跟各位讲 如何把这边 这个 这个里面的2的数字 如何把它全部变成i OK 然后 刚刚主要是 比较重要的部分是 把这个公式 有没有 用那个取代的方式 那我再重点为 第一步 记得把它复制 取消 第二个的话呢 打开记事本 贴上之后用取代 取代的话就一个取代两个 一个变两个双一号 然后再贴到那个上面 OK 待会再来看 那个回圈去述的部分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